大家好,我是小林 最近小林在大陆的论坛上看到这么一段话 他说台湾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被台湾的地主无情的收割 台湾是需要来一次斗地主分田地的革命的 这样一来台湾的同胞就有福气了 他这段话小林不予评价,也不敢评价 但是对于他提到的地主二字 小林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的 而且小林觉得小林自己也有资格去讨论这个事情 因为小林就是地主的后人 说到地主 我相信凡是大陆人应该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的吧 小林不知道台湾的朋友对于地主有多少的了解 但是大陆有一款纸牌游戏叫做斗地主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玩过也可能听说过吧 游戏规则很简单 就是两个农民一起合作打败地主 不过这个游戏是有故事原型作为背景的 相信历史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在民国时期中国是存在很多地主的 当然小林作为四川人今天就只讲出四川的地主故事了 其实关于地主这个词 小林最早是从祖父的口中听说的 因为祖父也就是小林爷爷的爸爸 小林的祖父出生的时候溥仪皇帝都还在位呢 祖父一生活了97岁 也得益于祖父长寿的年龄 小林这才有了聆听他老人家故事的机会 今天小林就带大家以一个跨世纪老人的视角 去解读一下这么一段真实的历史吧 关于地主 祖父其实是最有发言权的 因为祖父小时候就是地主 准确来说是地主少爷 因为那个时候当地的大地主还是祖父的爸爸呢 也就是小林的高祖父 祖父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正式的接替高祖父的家也 但是每天出门坐轿子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身边随时都有四五个父亲安排的马在跟着 腰间随时都是两把手枪在身上 不过祖父说他一生中从未开枪上过一人 小林想可能是因为祖父是焦素先生的缘故吧 性格要善良温和许多 但是高祖父就不同了 高祖父除了是当地大地主外 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刨哥人 在四川如果要提到地主 那么刨哥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这里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刨哥 刨哥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统称 在清朝末年 清朝最小的行政管辖单位是县长 再往下就没有设立政府官员了 但是一个县如此之大 光是一个县衙肯定是管不过来的 而且许多不算太大的案件 如果全部都交给县衙 一是交通不便 而是处理起来实在的麻烦 在这些诸多因素下 刨哥会就出现了 刨哥会包含了三角九流中 比较有地位 比较有话语权的人群的集合 对于一些民间的纠纷 大家可以直接找到刨哥会 进行解决和判则 其中刨哥又分两派 一派是清水刨哥 另一派是浑水刨哥 清水刨哥指的是有正当职业 或是政府官员或是地主之类的 浑水刨哥多指江洋大道 心下仗义之类的 除了派别 刨哥还要分谈口 谈口一般为五个 分别是人 义 理 智 性 五个谈口是五类性质的人参加 人自其是旧社会有面子 有地位的人物参加 义自其是有钱的绅士 或者商家 理自其是小工业 劳动的生产者 至于智信两堂的人 就是旧社会中底层的劳动体力者了 用当时的几句话概括就是 人自讲顶子 义自讲银子 理自讲刀子 当时的刨哥中也有很多类似的黑话 反正小林听着还是挺有趣的 比如我对你说刨哥人两下一请 这句话就是表示你很耿直 很直爽 又或者刨哥人绝不拉西百代 就是说我们做事从不脱泥带水 另外刨哥这个团体也不是谁都可以参加的 比如下山流的职业 类似倉记 修竹将 戏子等类人都规定不能参加刨哥 还有搞盗窃的 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也都会遭到歧视 不能参加刨哥 但是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刨哥 他们自圆其说 使抢劫的对象为贪官污吏 这就是属于浑水刨哥了 当时小林的高祖父 就是我们当地的刨哥大爷了 正是一点说 就是任志堂的堂主 据祖父回忆 当时追随堂主的刨哥 至少也得有几百人吧 而且还不算高祖自身的武装力量 可以这么说 新县长上任 高祖父没有点头 这县长的位置都坐得不踏实 县城中最大的茶楼 不管每天有多热闹 茶楼中间的上把位交椅 只有高祖父的老母亲可以去做 如果有人乱做的话 据说后果很严重 再到后来 高祖父又和四川国民军陆军上将刘文辉 以及四川军阀刘湘八百为交 他们分别是刘文才的弟弟和侄子 至于刘文才是谁 小林就不过多介绍了 由于各方势力的支持 高祖父也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小林毫不包庇的讲 高祖父的一生是有功有过的 据祖父回忆 高祖父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利益 确实伤害了很多本不应该伤害的人 高祖父的枪管热的时候很多 冷的时候很少 不过祖父说 父亲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吧 毕竟在那个混乱的年代 要想活下去 就要比别人更狠一些 我们用现在的目光去审视当时的环境是不够客观的 当然了 小林没有给高祖父洗白哈 小林还是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过高祖父也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 比如协助刘湘 刘文辉抗日 曾在多次战役中击退日军 当然高祖父也胜负重伤 栽到后来国内掀起了 打土豪分田地的斗地主运动 作为大地主的高祖父 最终也等来了属于他的那颗花生米 高祖父倒后 祖父也备受牵连 因为祖父是地主儿子嘛 作为焦素先生的祖父 被判进行劳动改造 但是后面改革开放以后 政府又给祖父平反了 平反的意思就是洗刷冤屈 把祖父放了出来 并且还让祖父担任建国后 我们乡的第一任乡长和龙协会主席 其实嘛懂得都懂 唐主虽然不在了 但是社会上的多方势力 还是要给祖父一点面子的 这个祖父的位置也必须由祖父来坐 在祖父的带领下 祖父帮助新中国政府 在当地完成了清肥反霸 减租退亚以及土地改革运动 不过后面祖父退下来后 还是经常被大家拿来当作 批斗和辱骂的对象 因为他们觉得祖父的成分不好嘛 看不起祖父和爷爷 毕竟是地主家的儿子和孙子嘛 但是小林觉得 祖父只是一介教书先生 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为什么要因为高祖父 而牵连到祖父和小林的爷爷呢 还有就是你们说的这些话 当年老堂主在的时候 怎么没有人跳出来说呢 祖父风惯的时候 没有伤害过你们 祖父落魄了 你们就跳出来了嘛 不过祖父呢似乎从来不在意这些 祖父的内心很豁达 爷爷对祖父的评价就是 祖父是一个从来不与人争辩的人 可能这也是祖父能够尝受的原因之一吧 祖父成功用年龄熬过了所有质疑他的声音 小林也是由衷的钦佩祖父 记得有一次 小林看着祖父一个人坐在树下喝着茶 小林好奇的问祖父 您觉得地主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祖父说道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与坏 只是立场不同罢了 客观的讲 地主也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罢了 以前有钱的叫地主 现在有钱的叫资本家 在我看来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小林又问 我听爷爷说 您以前还是地主少爷的时候 还经常为村民布施 送粮食衣服给大家呢 后来大家这么对你 你后悔吗 祖父听后 并给小林讲了龙父与蛇的故事 旧蛇是龙父的天性 蛇咬龙父是蛇的天性 其实大家都没有做错什么 我又何来后悔一说呢 视频到最后 小林也不评价地主的好坏 以及斗地主的好坏 小林只说一个现象 当年高祖父的家产 可谓是喜结一空了 但是时至今日 高祖父的子孙们 也就是我们整个家族的成员 目前不管是经商也好 行艺也好 办厂也好 毫不夸张地讲 在我们这个县城 整体经济实力 不敢说第一吧 但是优于绝大多数家族 小林还是敢说的 爷爷常常调侃道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光会抢别人的鱼 不会学习别人钓鱼的方法 鱼终究会吃完的 即便钓鱼人被抢得一无所有 但只要技术上载 重新钓回属于自己的鱼 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好了 我是小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点击订阅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